注意看 当这位大胡子选手成功将163公斤的杠铃举起后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时 便嚣张地向中国选手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而身体里流淌着热血的中国剑匠 怎能受着鸟气 随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瞬间打了胡子哥的老脸 这场比赛发生在2016年里与奥远会 男子举重69公斤级的决赛现场 刚刚那位嚣张跋扈的选手 便是来自土耳其的伊斯玛·伊洛夫 中国队则是派出霸气猛男施志勇来镇压他 这两位强者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轮抓局比赛开始 中国选手施志勇率先登场 并选择了156公斤的重量 准备给伊斯玛·伊洛夫来一个下马威 可以看到 156公斤的这个重量 对施志勇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相当于一块不够塞牙缝的小肉丝 简简单单 接下来就轮到土耳其的选手 伊斯玛·伊洛夫上场了 他也不甘示弱地选择了156公斤的重量 他也是156公斤 不愧是拿过奖牌的人 伊斯玛·伊洛夫也是毫不费力地举起了这个重量 看来这实力和石志勇不相上下压 这下可有的比了 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过后 排行榜也是新鲜出炉 伊斯玛·伊洛夫因为体重比石志勇轻 所以暂居第一 而石志勇则未居第二 比赛来到第二轮的抓局 依旧是石志勇第一个上场打头阵 这次的他选择了160公斤的重量 比刚刚多了4公斤 问题应该不大 加油 带高 有了 好的 一看带干就有了 对 不错 石志勇依然不费吹灰之力地举起了这个重量 并表示 洒洒水了 现在压力给到伊斯玛·伊洛夫这点 看他如何做出抉择 伊斯玛·伊洛夫继续选择与石志勇同样的重量 160公斤 看来这小子走的是保守战术 敌不动我不动 哇 这也是 通过这两轮比赛下来 他们的实力应该还有所保留 且难分伯仲 不过接下来也该亮出自己的底牌了吧 很快比赛来到第三轮 抓据环节 两人的真正较量才刚刚开始 前面只是开胃菜 第一个出场的人是石志勇 他选择了162公斤的重量 比上轮多了两公斤 这次他还能一笑而过吗 还挺有节奏的 很自信 加油 加油 有了 有了 穿住 漂亮 160上 看看 好的 不错 三大白的 三大白的 虽然脚步有些亮相 但发型还是帅的 石志勇颤颤颓微微地举起了这个巨石般的重量 心里那番暗纳不住的喜悦之情 也不经已经从嘴角流露了出来 紧接着还是我们的半年老二上场 大胡子伊斯玛伊洛夫 他这次竟然没有选择和石志勇一样的重量 而是为了跟石志勇抢风筒 选择了凌驾于162公斤之上的重量 163公斤 真是稳如老狗啊 让我们看看他能如愿以偿吗 这时几个意思啊 怎么举着举着还爱的魔力转圈圈呢 从回放中可以看到 伊斯玛伊洛夫在举起这个重量的时候 还是蛮吃力的 并且看他那颤颤巍巍的脚就知道 这双脚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 好在他最后还是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重量 然而这也是他自信地开始 将杠铃放下后 伊斯玛伊洛夫竟然嚣张地对石志勇 做出了这样一个挑衅的动作 这可把台下的石志勇给惹火了 表示你小子等着瞧 你怕是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交兵必败哦 胜负由未知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比赛来到第四轮的停举环节 这次伊斯玛伊洛夫终于打了个头阵 并开拔选择了181公斤的重量 他这个抓紧跟停举啊 确实差别比较大 抓紧实力超强 哎呦 哎呦呦 这动作特别危险 他这个后腿啊 拉得太开了 有点东西 但不多 伊斯玛伊洛夫在面对181公斤的重量 也是毫不胆怯 并轻松举起 这次的他与上轮相比 还算比较收敛 没那么嚣张了 在场下补充点能量后 伊斯玛伊洛夫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停举 这次的他将重量加到了185公斤 看样子伊斯玛伊洛夫改变战术了 一下子加了4公斤的重量 这是要给石志勇施加压力 然后弯到超车 我们来看看他的计谋能否成功 哎呦 这个扇子很怪 他这个动作真是确实很危险 从小就练成这样了 是 这师傅怎么教的 这一举虽然有点吃力 可伊斯玛伊洛夫还是可以把握住的 虽然在举起保持静止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裁判还是给出了三盏白灯 随后轮到石志勇第一次停举 回想着刚刚伊斯玛伊洛夫那嚣张的样子 石志勇也是毫不客气地在开把 就直接选择了188公斤的重量 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决心 殊死一战 非常完美 石志勇不负众望 给了这大胡子闷头一击 看得我真是热血沸腾 直接就是跳下床做了一个俯卧撑 石志勇成功举起188公斤的重量后 排名直接上升到第一位 这让台下的伊斯玛伊洛夫 直接都哑巴呆住了 什么鬼啊 我刚刚疯狂加重 还想着把差距拉开 然后弯到超车 现在给我来个这 完了 伊斯玛伊洛夫前面所建立的优势 都功亏一亏后 便打算被使一战 想利用最后一次停举机会再搏一搏 他咬着后曹雅选择了188公斤的重量 不为别的 为了面子也要举起来 发现的还不错 哎呦 天呐 就在动作 就在动作 他还是真危险 或许这就是他的极限了 虽然成功举起了这个重量 但伊秀还是爱的魔力在转圈圈 裁判一如尽往地给出三盏白灯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 伊斯玛伊洛夫的表演也彻底结束了 总成绩为351公斤 继续回到第一档大王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 时事友还有两次停举机会呢 要拿捏伊斯玛伊洛夫 那不是轻轻松松的 可时事友却偏偏要富贵显中球 选择了190公斤的重量 这或许也是对自己有信心吧 如果成功举起这个重量的话 那这个冠军将毫无疑问地 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压住那个351 伊斯玛伊洛夫的351压住 对 这把是关键 非常关键的一把 带住了 带住了 哎 哎 哎 对啊 手看松 送起 车跑 起 漂亮 哎呀 255公斤 伴随着这一身路口 时事友以惊人般的力量 举起了这个杠铃 裁判也同时亮出三盏白灯 这就意味着 这块金牌已经挂到了 时事友的脖子上 哪怕第三局放弃 也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时事友还是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打算在这里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看看能不能打破世界纪录 这一把他将重量加到了恐怖的198公斤 这个重量真是让绿巨人听到了都闻风丧胆 想都不敢想 不过这个起来是新的奥运会 翻得不错 送起 架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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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所以说这个世界纪录啊 还真不是那么好课的 有点可惜 时事友还是败在了这个绝对的重量面前 不过最后还是以352公斤的总成绩 战胜了伊斯玛伊洛夫 夺得了冠军 同时也给嚣张的伊斯玛伊洛夫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如果让你去举重的话 你在开把会选择多少公斤的重量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